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我們請部長 是委員好 部長 好 這個 剛剛 許智傑委員所提 到底要給海科大自由戀愛 還是要跟他逼婚 我舉一個小例子 好不好 你們在寫報告的時候 要注意一個角度 就是資源整合 海洋特色的學術機構 如果讓他們合併而不分散 對於資源整合來講 是不是比較有利 本席是認為會比較有利 因為本席其實長期在推動 就是我們過去有海科大 然後基隆有海洋大學 雖然說我們有海事教育的 學術機構 有大學 可是我們台灣要找到一個 符合國際標準的學生實習船 到現在都還遙不可及 就光要一艘符合國際標準的實習船 就整合不出資源 因為兩個學校 他們都是資源弱勢的學校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在高雄 有中山大學非常強的海洋學院 再加上海科大 你又把它分散 不給它送座堆 把它送到以科技為主 讓它在一個以科技為主的大學裡面的 一個邊緣學院 再把它這樣分散的時候 對於我們海洋 或者是海事教育上面的資源整合來講 我會認為分散不如整合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寫這個評估報告的時候 能夠也注意整個海洋跟海事教育上面 整個教育資源整合上面 對怎麼樣的規劃是比較有利的 從這裡一定要做出一個詳細的分析 好 謝謝委員的提醒 如果說我要學生實習船 那未來的三個科大有一個 中山大學也要有一個的時候 就兩個都落空 那很可能說我中山大學有實習船的時候 未來的科技大學裡面的海洋學院 就沒有實習船 那我們要讓學生在學習的時候 遇到這種資源分散的狀況嗎 好不好 是 好 我們會特別思考這個問題 學生的實習船只不過是一個 你知道那個大連大學的 那個學生的海洋研究的實習船 是全世界最第一流的實習船 還到我們 每年到我們台灣來尋訪 那讓我們的學生眼巴巴的 在羨慕人家 比不上人家 這樣是不可以的 是 好 從資源整合的角度 我希望你能夠從這個角度下去 看待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知道課綱微調 所掀起的寧靜校園運動 寧靜學運正方性慰哀 雖然部長已經發出了公文 允許他們自由的選擇 但是有沒有真正的選擇權不知道 因為舊版的課綱之下的教科書 有沒有辦法有書上願意印 還不曉得 可是呢 他們的訴求沒有結束 他們希望8月1號的時候 8月1號以前教育部要撤回 維調課綱 好 那就在這個訴求非常明確 而且全國串聯高度共識的時候 部長你要親自到校園去 我先問部長你要去說還是要去聽 你要以說為主還是要去聽 去聽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 聽才是主要目的 對不對 所以聽了以後能不能改 有沒有預留改的可能 8月1號撤回維調課綱的可能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預留這個可能 你去聽了以後 也是不能解決問題 有沒有預留這個可能性 我想我們現在新舊教科書並行 其實已經給了各個學校 非常大的自主空間了 市場上不見得有真實的選擇權嗎 不會 那個出版商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開過新調會了 你們絕對不可以押出版商 是不是 當然 所以 好 那部長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會撤回 你要讓他兩個課綱並行 是不是 這個國家 學校有自主的選擇權嘛 OK 這個國家有兩套課綱 兩套課綱 那就是部長的風格嘛 你現在決策就是要讓兩套課綱 那他們是希望 我台灣的孩子要讀台灣的歷史 所以他們不要新的微調課綱 那好 我知道部長的答案 就是大概不會預留 8月1號撤回的可能性 你還是會讓他兩套課綱並存 但是你會去聽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不知道學生滿不滿意 你到校園去的時候 會是一個怎樣的場面 那我們現在就來預設 校園可能發生的場面 今年選舉年 然後他們又是非常單純的學生 而且是高中學生 本席要求絕對不可以做政治操作 我們從來沒有操作過 部長 禁止過度防衛 不要帶著便衣 帶著刑警 然後去現場 風聲鶴唳 絕對不允許過度防衛 你承不承諾 這個可以放心 承不承諾 當然 承諾 要求不准過度防衛 警察不要進校園 我們絕對不允許專案 那在現場的話 我們不希望它是一種積越衝突的場面 所以部長你要發揮你的高度的智慧跟溝通的能力 在現場如果學生他們非常的高張的情緒的時候 部長你永遠要帶著化解衝突場面的一個態度 下去進行這幾次的溝通 是 好不好 本席是認為說 如果部長不預留 你已經是兩岸併程 你不預留撤回的可能的時候 在這種風頭上去做對撞 我不認為它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既然部長你做了這個選擇 我就要求這兩點 警察不准接近 不准對這件事情有特殊的保安作為 即使是便衣都絕不允許 然後場面部長有責任 讓那個場面不要變成是衝突的場面 是 是 好 我希望部長從內心真誠的 整個教育部從內心真誠的做一個 學生是善意清純正面肯定的一個基本假設 下去走這一趟巡禮 好不好 當然 當然 來 另外我們今天校安的問題 我知道校安的問題非常嚴重 你看看近五年來 總共發生214起外人入侵校園騷擾師生的事件 好 那這當中有三分之一都集中在國小的校園 總共有76件 你看一下 但是今天我們本席看到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並沒有非常仔細的針對這些問題提出有效的對策 部長 其實本席今天要看到的是你的方案出來了 譬如說 好 各縣市 校園保全經費有所欠缺 可是我如果有一個方案 如果今天我是教育部長 我第一個方案我至少先出來 監視器的方案也可以啊 另外就是 早上你知不知道各校的保全都7點才上班 部長你知不知道 可是雙心家庭很多孩子是6點多就到學校 所以7點以前 我5點到7點的這個空窗 我要補足全國所有中小學5點到7點 然後進行保全作業的加班費 我全部補足 今天我就會看到方案了 可是你們什麼方案都沒有 你知道小學是占三分之一喔 是占三分之一喔 然後讓學生活在恐懼之中是不可以喔 所以你們一定要有專案對於校案問題要真的到位好不好 資源到位 資源到位 然後方法手段到位 我目前今天完全看不出來 那我擔心的是你們處理校案跟你們處理霸凌一樣 我就舉霸凌的例子 因為我校案我看不到你們有什麼例子讓我 我舉你們霸凌的例子 你看看齁 你們校園裡面反霸凌的事件齁 你看看 這幾年來齁 2014跟2015兩年來 我在你們相關的資訊專區裡面 看到防治校園霸凌專區 你們所做的作為齁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則 七則你們相關的作為相關的資訊 有六則全部都是宣傳 都是反霸凌的政令宣傳 只有一則是什麼 一則是工作坊開始報名 其他全部都政令宣傳 你看看這七則 兩年來七則 好 沒關係 那我工作坊開始報名的時候 你總共全國培訓多少人 你來看看齁 102、103、104這三年齁 102年北中藍三個梯次 容納國中小高中職總共多少 齁 兩天一夜一百多人 全國容納一百多人 做職與量上面 然後呢103年沒有辦 反霸凌的行動 這個教師的培訓沒有辦 104年呢總共多少 98個人 才培訓98個人 校園霸凌多麼需要工作坊 大家去分享經驗 這多麼需要有心理輔導的專業 有班級管理的技巧 然後真的有能力去處理校園霸凌 可是呢你看看 102年只容納了一百多人報名 103年沒有辦 104年98個人 那全國補助多少學校 你看看這個表 98人的這個表 全國補助40個學校 全國只補助40個學校 處理校園霸凌 所以我今天舉霸凌的例子 來給大家檢討 你們的檢討就是什麼 就是務虛未務實 你們的作為就是宣導 就是宣導而已 但是真正的工作坊 真正的工作坊是什麼 是資源沒有到位 然後實質呢 沒有深入喔 沒有實質 工作坊才是實質 所有那些宣導活動都不是 都是虛的 可是你的工作坊你看看 我想那個有很多的工作是地方政府 他們也有在進行 那中央其實只有做總子教師的培訓的部分 不過加強的部分 這是你們專區的統計 這是全國統計進來的喔 而且這個是給全國的報名喔 而且如果說我教育部沒有專案來列管的話 你怎麼知道各縣市地方政府有沒有做 我講這個部分 即使是地方政府有做你這個專區的統計就都有問題啊 我在講的就是這個 系統性的持續性的真正深入的去做這些事才會有成果 你知道國民教育法第10條 全國國中小全面配備心理輔導教師是我修的法 我當時是敲桌子翻桌最後修的那個法的 那下去這麼多年以後 到底它的效果有沒有展現 我也都一直看不到你們的分析報告出來 然後本來本席希望的是你們派駐到國中小校園裡面的心理輔導教師 是非常有經驗有能力的成熟的心理輔導教師 可是你們的薪水待遇3萬塊錢扣一扣還不到3萬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能夠配備一個如何去分擔教學之外的一個專業的師生的心理輔導體系 都是問題 都是問題 教育資源放在這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放進來多一點 目前看起來就是資源不夠嘛 資源不夠所以行動缺乏嘛 所以務虛不務實嘛好不好 我舉霸凌的案件給你們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霸凌出了這個問題了 霸凌是你們長久在做的 然後現在又要去做校安又要補霸凌 然後你們的校安就不要像霸凌這樣子務虛不務實 然後霸凌的問題 暴力侵入校園的問題 就是說幫派毒品的問題 霸凌的問題 校安的問題 真的是各個都非常棘手的問題啊 這些問題部長好好做好不好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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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管閉令委員的諮詢 謝謝 謝謝 謝謝